筋痛也是我們門診 最常遇到的一個問題 那筋痛當然分成 我們常見體質 叫原發性的筋痛 就有些人先天體質就是筋痛 那比較困擾的 當然就是後發性 叫續發性的筋痛 那有些續發性的筋痛 那個最常見是巧克力瘤 卵巢長的腫瘤 然後或是子宮 長肌腺症這一些 那少數一些感染 那很困擾的 當然最常見也是這個 子宮內膜異胃 她跑到卵巢或跑到肌腺症 每次月經來就痛得很厲害 那這裡就有一個30歲的女性 其實她原本體質也是會痛 但她這幾年來越痛越厲害 那其實門診我們有看 她其實就是那個巧克力瘤 子宮內膜異胃 其實就是那個月經 經血逆流到卵巢 越來越大體質的關係 但她又要結婚 她又不想開刀 所以本來大概五六公分 我們追蹤其實是沒有怎麼變大 但有一次她剛好是月經來 又痛到受不了 來掛急診 那我們看其實是她那個 巧克力瘤已經破掉了 變成有一點附膜炎 所以這個她之前不想開刀 而且她也努力了半年以上 都沒辦法懷孕 因為這個也會造成 如果子宮內膜異胃 其實也有三分之一會造成不孕 所以這個已經到附膜炎裡面 出血又痛得厲害 我們當然就只好 就一定要幫她開刀 其實現在開刀都非常進步 我們現在幾乎都走微創手術 就是肚臍一個小洞 然後旁邊兩個小傷口 都是小於那個0.5的傷口 所以我們進去看 確實她巧克力瘤 其實已經慢慢變大 大到快10公分 她大到一定程度她就破裂了 她比較那個一破裂之後 就痛得更厲害了 那我們進去把這些清乾淨 巧克力瘤的腫瘤把它拿掉 把正常暖床保留下來 開完刀其實微創手術 我們大概住院一般都是兩三天 開完刀隔天尿管拔掉 後天就出院 疼痛也很快改善 那她之後月經來 其實痛也是差蠻多的 那甚至叫她說 你還是努力試看看 因為她想懷孕 沒想到半年就懷孕了 所以這個有時候真的不要拖 該胎到現在也沒那麼困難 所以就是說這個筋痛 我們是很常見 但大部分是可以用藥處理 甚至必要的手術 也可以明顯改善 甚至可以幫助懷孕 是不是 這個沒有這路的說法 也沒有說比較會筋痛的人 就會補孕 這個其實不能以這個花上等好 可是有的女生她就不會痛 她不是身體很健康嗎 我覺得這個統計上還是不能這麼說 只能說有筋痛的 她可能會有一些身體的問題 但不痛 她有可能是隱性的 她以為都沒事 是 所以還是要綜合排 連中角度都不用沒事 真的 我們也有子宮內膜異味 完全不痛 完全沒有症狀 腫瘤也是很大的 還是會有 對 其實現在女性筋痛真的還蠻常見 大概十個當中 大概就有五個人有筋痛的問題 那我這個35歲的這個女生 她是說她從年輕的時候 從初經來潮 開始每個月就是都有很痛的一個狀況 那那時候人家都說 可能之後生孩子 或是青春期過後 可能就改善 可是她就一直沒有改善 那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她畢業的時候 她就是去當貴姐 當貴姐其實還蠻妙的 就是在百貨公司 其實冷氣都還蠻冷的 然後她又很愛吃什麼 就變成說她上班的時候 都覺得好冷 可是她又不能夠穿羽絨衣去上班 所以她每次只要是在經期的時候 她上班的時候就特別痛苦 因為外面也冷 裡面也冷 手腳也冰冷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辦就很痛 所以她就是聽到別人說 要去買什麼 然後就拖大家去日本 去外面買那個止痛藥 那種止痛藥 一天其實最多只能吃三顆 可是她把它當成B群 跟維他命C來吃 一天是吃到 然後才可以慢慢度過 這十年的貴姐的歲月 就都還好 可是有一天真的 我覺得真的是 你身體的病灶 你不處理 到一天真的會發起來 有一天她就是在上班的時候 又開始月經來 又開始筋痛 可是這一次她是真的是痛到 整個是 而且甚至開始整個胃經磷 就整個砰 就倒下了 那隔壁的人就趕快 隔壁的櫃就開始說 妳怎麼了 就趕快把她送醫 那送醫的時候 然後急診室醫生就幫她看說 這個趕快來緊急做止痛的處理 可是沒想到 一定要用到打很強的麻酥 她才開始止痛 然後結果第二天她就出院 然後又回去上班 結果第二天上班到晚上的時候 她又來了 這一次是整個痛到就是 完全是失去意識 她是完全也沒有什麼 就直接又蹦一聲就倒下 然後再去看 然後醫生又覺得說 妳怎麼又來了 後來就建議她說 妳要不要好好去婦產科 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後來看到說原來妳真的是 植根內抹異味 那個整個 妳整個精血來 其實每個月來的都不是很完全 那增厚的非常高 那所以就建議她用一些藥物治療 那建議也說來看一下營養師 看妳的生活作息有沒有一些差異這樣 那我幫她看了一下飲食 其實我就建議她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妳不要再吃生冷的食物了 零食 泡麵 炸雞 其實都沒有什麼營養的食物 拜託妳吃一點健康的 像蛋 肉 健康的燙過的蔬菜 那還會建議她 我建議她說 妳平常要多喝老薑茶 還有薑黃茶 還有大蒜 那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氣血循環 那可以讓她在每個月 精血來的時候 真的量有比較好一點 那過了三個月之後 她真的就不用再靠這些藥物了 那她也覺得還滿開心 所以女性的體質真的 妳是真的要好好照顧 從我有NC以後 就是每個月都很痛不痛 但是唯獨有一次不痛 就是七 八年前的時候 然後那一次不痛 我還很開心說 我終於體會到就是 我會痛的感覺了 我就覺得我應該是出汙這樣 結果後來我在洗澡的時候 就突然就是 很大血塊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奇怪這真的是從我身體 跑出來的東西嗎 可是我就想說 應該沒關係吧 因為那時候不會痛 我都不成 妳身體掉出來才可怕 七 六 八 真的很大血塊 很像果凍那樣 我就想 又不會痛 那我想應該是沒事這樣 然後我就一樣 就是跟朋友去吃飯 然後跟我老公去吃飯 就吃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 好痛 全身 他就是之前的筋痛 所有的那種痛全部加倍 包括什麼 腰痠 背痛 頭痛 然後一直發抖 然後腳也站不穩 真的是那時候太痛苦了 我就說 我真的東西吃不下 我就請他 就是我老公趕快載我去醫院 那時候我記得是七 八月的大熱天 我就說 拜託妳 我真的好冷 我就蓋了身上 蓋了一堆衣服 可是還是覺得很冷 一直冒冷汗 我真的超冷 我不知道為什麼 終於到了醫院 我沒有辦法走 他就背我 進去醫院裡面急診室 然後醫生就幫我打止痛針 然後又幫我造什麼超音波 他就跟我說 因為我就是子宮收縮不了 才會掉下那個大血塊 然後又加上我有點子宮後勤 所以就是每個月來都會很痛 包括就是 金前症後勤一定有 然後只要我坐著或站起來 就會感覺 後來 這中間我是有想辦法 讓它舒緩這樣 去看中醫 長期吃了中醫 有比較改善 可是有一段時間 就是因為拍戲 沒時間去吃那個中藥 就又開始了 應該還是有一點那個 就是說 子宮後勤加肌腺症的體質 一般是產後 反而慢慢 你剛生完 反而痛可能還好 然後在幾年之後 隨著年紀 子宮幣漸漸變厚 然後原本子宮 也是稍微後勤 月經來壓迫 還是算一個體質的部分 像瓜哥你知道我就是 我小時候身體非常好 但是我到高中 我身體發生巨變 就是因為我同學 大家都是月經都來 都會討論 像醫生說 這個什麼止痛藥好用 結果那天我就說 筋痛是不是就是像那種 肚子痛 他說對 然後他就 我同學就說 這個草藥你吃一顆 結果吃下去的時候 就是午睡 睡起來的時候 結果大家說 起來起來起來 我一起來說發現我 我眼睛就是睜不開 是腫得像金魚一樣 結果那唐克老師嚇到 他說這同學怎麼 他說因為剛剛 就是我給他吃那個止痛藥 結果那時候 趕快叫那個什麼急診 就是那個救護車 然後我上救護車的時候 那個醫生說 這個藥是不能亂弄 就是因為我是 對 我眼睛是真的像金魚一樣 就凸得 凸到不行 然後後來打那個消炎止痛症 也是真的 就是腫得更明顯 後來你知道才知道是 他總和下來就是我對 肺類固醇類的止痛藥 對 剛剛醫生講了 我想說 那你就不能用這個藥 對 而且我真的覺得 每個人有肺固醇的 對 而且就每個人就說 這很有用 就每個人都覺得這是零藥 可是對我來講是毒藥 就覺得好可怕 就是我不知道我的藥到底什麼 因為我現在真的不敢亂吃藥 像剛剛也就是說 你對肺類固醇性像很像過敏 那就要有肺固醇的 這句話是對的 肺固醇它會存在 一定表示這個藥物 對醫師治療疾病是有用處 一個藥不會無緣故 就發明出來 然後就放在那邊 幾十年 幾百年 所以肺固醇長期吃 可能對人體有副作用 但是你假如是 然後吃醫師 可以控制範圍內的安全劑量 肺固醇其實是最好的消炎藥